161 文匯報 攝船天地 股市有代回升池營保太維階 2015年7月14日彩峰A32 攝船誰也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 社會繁榮與穩定也不是必然的 連日來 颱風登陸內地 蓮花 燦紅和浪卡三台共舞 內地七省營暴風雨 香港也不例外 蓮花雜港 香港風雲變色 料不到內地股市也同樣變色 成為全球大新聞 中國大媽心情坦啼不堪 氣勢下滑 類及港股上週增設2100點 久經風雨之香港股市好有也面稱 香港財經領導紛紛呼籲冷靜 增加透明度 揚言廣股穩 未設計 以及那年九七股災 香港經歷過一場鬥爭 政府救市中打勝仗 但是 中國大媽只見股市升 卻未有股市暴跌之慘痛經驗 坦白說 中央出盡法保救市升級 也有點移震腳大亂 事實上 金融市場不穩定 特別是在前一陣內地開動 所有宣傳工具大催股市 殊不知金融市場瞬間風雲變色 也不知何因 古大蛇從五千餘點險守三千五百點 情況不忍觸到 一時之間 信心盡實 港股從二萬八千點跌落到二萬三千點 但週四年花雜港掛起風球 料不到港股單日升幅千餘點 令市場氣氛重見陽光 有港股大動 額 股反跌為升 令人振奮 有股又問我怎看 我坦然無永遠上升的股市 也無永遠下跌的股市 升升跌跌應等閒事之 其實在毫無突發大事件衝擊的情況下 股市暴跌 實在是恐慌拋售 非理性 今次金融事件還未終結 但有關當局應作檢討 金融市場波缺雲軌 在市場搵食者中 出的招數日升月二 當局要加強監管及嚴家審時 據說 外資狂沽 中國大戶也有力根拂 破壞市場規矩 令人指 不排除也會引爆商品市場風起雲湧 與此同時 也不排除衝擊實體經濟的正常運作 對於風險系統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尤其是內地與香港關係密切 市場常說香港是內地之提款機 內地金融風險不能出亂指 因為對香港的破壞也很大 中央領導人把 股保衛戰救市升級 也不無道理 從今次港股波動比 股溫和可見 港股市場較為健康及成熟 官乎上週四港股大動 股轉勢 香港在金融市場的作用可見一般 穩定港股 對 股資穩定也有一定作用 股散戶眾多 如果舊市對象指針對大股而忽略對中小股的互盤 就有待相確 今次跌市之外為因素影響 還包括希臘債務危機及美國加息 相信 暫時股市衰說回穩 仍有代指的回升 股有應持穩重態度 不要做孖展 慈應保財為佳 寫著穩定港股 暫時股、暫時股部 穩定港股、暫時股位在陽星中、向前報